我们这次手机总共发布了一百态 可是只对其中的九九态进行了系统升级 根据 辞职数据的运功反馈 这部手机的后台很容易被人为的操控 使用者的搜索数据 基本上会保管给后台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样的手机外流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的品牌信誉有影响 这一部手机已经被我拿过来 当作样品进行测试了 你放心吧 好 明白 那行 那你先忙 我回去了 对 大体就是这样 跟我说的 就让财务按照他的意思办吧 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 他能不低头啊 没事 我心大着呢 就这样吧 这就是你说的那最后一部手机对吧 手机蛋炒饭 拿去吃吧 站住 我不 站住 我要回去了 没有车 你回得去 我怎么回去 你认路吗 我 我就算迷路了 我也不想跟你这个变态偷窥狂待在一起 我不是变态偷窥狂 我那只 那什么 好心给我手机按数据监测 我说我手机最近失灵 搜索已经崩溃 全都是你搞的鬼吧 在背后监视偷窥别人隐私 是不是特别有趣啊 你这闺蜜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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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你瞎说什么 看着你明明因为他们订婚难过得不行 却只敢躲在家里面搜花边新闻 非常有趣 你 你别当总裁了 你浪费你天赋了 你去 你去教演队 专门看监控录像 全城都在你的掌控中 岂非更有人生乐趣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刚才把我家子算了 这样我还敬你干脆利落 你这算什么 在背后偷窥别人隐私 这让人瞧不接 你为了逃避他们订婚的现实 却只敢躲在家里面 打鸡蛋炒冷饭 就被人瞧得起了 你搞没搞错 是你让我来给你打鸡蛋炒冷饭的 你更让人瞧不起 丸子 我 我再看 看够了没 咱们走 稍微来点 米生 看着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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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谦出的订婚请柬 还在吗 还在那时候呢 给他们付信 说我们参加 什么啊 爸 姐 这怎么回事 你订的时间跟N1的发布会撞了 我就让他们往后挪了一下 还是同一天 不过是傍晚开始 这是我的订婚典礼 他们怎么能说改就改 谁同意了 我同意的 爸 怎么了 大惊小怪的 不就改动个时间吗 媒体的请柬还没送出去呢 爸 这个时间是我跟小迪商量好的 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不能改啊 你订的那个时间表 我已经看过了 亲朋友你姐姐把关哪 你怎么能这么认性呢 那么多家酒店愿意赞助咱们 你怎么不同意呢 谁要把那小脑袋上去啊 还有 N1科技发布会的时间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怎么能跟他们时间相撞呢 有几家媒体那么早能赶过去啊 爸 如果要是公司的发布会 您怎么改我都没意见 但是这件事情 我还是想按自己的意思来 你现在还是普通人吗 你已经是公司的总裁了 不想着怎么利用自己的订婚典礼 通过媒体的能力 好好宣传一下公司 就知道任性胡闹 你还像个总裁的样子吗 订婚典礼 如果对公司没有任何价值的话 那还有必要办吗 爸 我 行了行了 不说了 就这么定了 我刚才 跟那几个老股东碰头的时候 已经把请柬都送出去了 爸 你也别生气 毕竟弟弟从小接触公司事务少 没什么经验 而且现在年纪还小 考虑得不周全 也是正常的 叔叔 这事怪我 时间是我定的 千初只是为了迁就我 现在听姐姐这么说 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 千初 你不是也说了吗 白天又热又晒的 还是晚上比较好 小迪 你看看你啊 你还不如小迪懂事 千初啊 你这个格局还是太小啊 你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啊 你记住了 从你当上总裁那天起 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 你的每一个举动 都代表着公司 你们的这个订婚典礼是这样的 以后 你的人生每一个时刻 也都代表着公司 好好想想吧 叔叔 你别生气了 千初这个孩子啊 在这方面真的是不如他姐姐啊 夏迪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一定要多提醒提醒他啊 放心吧 叔叔 我会的 夏迪啊 很快咱们就会成为一家人了 牧师集团也算是你的归宿了 咱们的公司啊 最缺的就是自己人 我听千初跟我说 你好像有心要学学管理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 友善信心又好学的孩子 以后没事 就都往公司跑跑 趁着我现在还有精力 我可以教教你 教教你 怎么操作项目 好的 叔叔 我会努力的 我们也有点 你也有点 你不就想做 吗 我也好 好 能够你以来 我留在我 但他们的朋友 我们来 快想把孩子 ажи 也只不过是一个广告 其实我从小就知道 我就是为了这个位置活着的 有时候我真想 如果我的眼睛不复明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一直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 不用为这些琐事烦心 说什么呢 你当然要看得见我才高兴啊 不光是典礼的事情 我们这一家人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朗静 但自从我坐上总裁的位置 爸 妈 还有姐 都时时刻刻看着我 你嫁进来 恐怕是要辛苦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看我 不也有个难搞的姐姐吗 不过上次你跟我说过之后 我决定让她来参加咱们的订婚典礼 你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 姐妹一场 还是要顾及一下以前的情分的 老天真是把世界上最善良 最美好的女孩子赐给了我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怀念咱们以前的那些时光 虽然黑暗 但却很简单 又一直有你在我身边 我最近的记忆总是模模糊糊的 但是我还记得 但是我还记得 小时候你总是 偷偷带我出去看日出 你跟我说 即便眼睛看不到 身体也还是会感到阳光的温暖 你这个人 你怎么那么再去看 你怎么也看着 你不太迟了 如果你俩 你俩离了 真的就没有 你看到最美的人出 因为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我今天出对姐姐真好 我要是姐姐就好了 傍晚就傍晚吧 只要我的美少女战士陪在我身边 我就别无所求了 还美少女呢 我都快成老少女了 在我心里啊 你永远是我的美少女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你带我去吃油炸饼 那时候我看不见 给你走散了 差一点就被油锅烫到 是你挡在了我前面 我没事 你却被烫到了 后来你跟我说 你的左肩膀上 留了一块很难看的伤疤 我当时虽然看不见 但那个伤疤一直伤在我心里 不知道那个伤疤 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 不用 都那么久了 早愈好了 我 都那么久了 早愈合了 感谢观看